首先我们现在要打开我们的pubriture 因为我也是要用pubriture做海报 所以点选pubriture2016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其他空白的页面大小 当然之后再选也可以 我们就选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制定建立新的页面大小 例如说宽度我要90公分 高度我要115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那这边有看到就是版面配置是每张一页 每张一页 一张现在所设的 现在所设的 因为我一张一页 所以我现在设一页就等于设张 那如果名片的话 名片我们设一张有十页 所以它到时候只给你开那个一页 一页的大小 好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上下左右各控两公分好了 其实这不多啦 上下左右我都给它两公分的一个空间 空间 然后确定 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有一个空白的 空白那个海报的内容大小 好现在请你们先开一个Publeture 2016 然后请设定我们的宽是90公分 高是115 那第一件事情 它这边没有漂亮的背景啊 但是页面设计里面有背景 所以我们就用背景 我有看过背景是不设的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设 但是好像因为是海报嘛 所以我们都会设 例如说 假设我们现在关心老人诗字的这样子议题 背景 看看我们想要用什么背景 我就用一张图片好了 用一张图片 然后把它变成那个黑白 变成黑白图 黑白图 来当做是背景 加个透明色 好 画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背景 好 所以页面设计这边 背景 其他背景 如果我们今天填满 这边不是有一个实心填满 就是单一个颜色 建成填满 图片 图片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要找一张图片 好 那当我选 从线上 这边是不是又可以开始去找 例如说 老人 因为 它是微软公司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一定是开 Bing 来去找 来去做图片搜寻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请 仅限 Created Commons 这一张 这一张好了 然后点选 插入 可是这是一个背景 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插入进去之后 你可能就不能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先插入线上的一张图片 我们先把那个图片先抓进来 抓进来 然后修改好再填进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选择 例如说 老人 然后选 刚刚那一张图片 刚刚那张图片好像 不太能够放进来 好吧 再试一次 那接下来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原则上我会先以 因为显然这张图片 显然这张图片 就算我今天宽度够了 高度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是要以高度为原则 那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好处 这人都会变比较瘦一点 对不对 好 我们假设是把它变成黑白图 怎么把它变黑白图 重新着色这边 黑白 变黑白图 黑白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为背景 套用至背景 填满 可以吗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制作我的背景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呢 第一件事麻烦请你们 就是按照我现在所教的方式来去做这张背景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背景 海报的背景图示 接下来呢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是我的标题 然后这边变成两栏 然后这边变成两栏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辅助线 辅助线 辅助线在页面设计里面 辅助线 就选这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去稍微上下调整 举例来说 我觉得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稍微我想要大一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 所以我就把这条线搬下来 这条线搬下来 那接下来我希望这左右两边的间距 稍微大一点 也可以调整 哦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哦 忘记刚才本人说了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刚刚在格式这边 重新着色 设定透明色彩 其实 对不起 讲错了 就是图片校正选项 图片校正选项 我可以 我其实可以把颜色 透明度啊 稍微设浅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确定 然后 在滑鼠右键 把它设成 套用至背景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颜色会变更浅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那个意思哦 就是 刚刚长这个样子 现在长这个样子 就是透明度的一个设定 也可以这样应用 因为背景不是我们的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像浮水印 浮水印就是要透过我刚刚教的这种方式 不过现在重点应该是 我们要去设定这个 就是上面标题的大小 标题的大小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两 假设你今天你要的不只是 就是两栏 是三栏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页面设计辅助线 点它 是不是就直接把它变成三栏 好 我还是变成两栏 我喜欢两栏的设计 我喜欢两栏的设计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第二件事绝对是插入辅助线 接下来我就把东西一个一个丢进去 把它搬进去 搬进去 那我是不是接下来要把刚刚的 例如说长庚科技大学 那个logo放进来 插入图片 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好 我放在低词叠击 这一个长庚科技大学的logo 好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适当位置 这绝对就放在左上角 就上面要碰到 左边要碰到 那个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 如果你暂时先把它搬过来 可以的 暂时 然后到时候再搬回去 好 但是看你要不要这么功夫了 当然你也可以 在页面设计辅助线 插入新增一个垂直的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例如说搬到这边 好 那怎么把它删掉 这也是各位比较关心的 快速点亮一下 这边删除辅助线 好 我先把刚刚论文最上面这个 全部复制 然后贴到我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直接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 把它的宽度调整 然后接下来大小 大小 好 我是不是要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 好 甚至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去看 你就会觉得不会很奇怪了 好 这样子来去看 你看是不是姓名这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好 这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就 其实我们先抓到这边 有logo 然后有标题 然后 至于说这里面字 字体 稍微换 这边 因为我们 刚刚PowerPoint的里面也可以换字形 因为当我们装好Notal 我们是在Windows系统里面装字形 字形是属于系统的 好 所以每一套软体都有Notal字形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把标题设好 即将要公布的是 那在我们的Publisher里面有没有像SmartArt的功能呢 答案是有的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去排那些文字 对不对 然后我要介绍不是Smart 好 那在这边应该要介绍什么呢 画面就用一下咯 在这个地方有页面组件 页面组件里面 它就有就是可以放标题以及内容文字 例如说这一个标题 标题没有123456 好我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内容 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好稍微放大一点 整个应该是移下来 好 那这边就是要放那个标题字 标题字应该就是要放那个栽药 栽药 然后请把这个字呢 放大一点 我只要设定这一次 只要设定一次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内容 我现在已经设定 例如说80字形大小 常用底下80字形 然后把它设为 例如说这个好了 Noto Noto的一个Sensory这种字形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这里面我就要放那个内容文字 内容文字 好 那在这里 栽药 栽药 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 Publisher这边贴上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 把它稍微 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刚刚做的那个动作 是直接把它贴到另外一页里面去 好 我先把这个大小稍微先放大 可是这个不要放大 这个 这不太好调 所以我要先解群组 所以我要先解群组 先把它解散群组 因为就是群组之后 产生的问题 滑鼠右键 取消群组 如果您可以词一下 我先解散群组 然后再关上 那边缠组 我先解散群组 然后再关上 让我们的时间 都要解散群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字要放大 从这个字开始 因为我现在显示比例很小了 显示比例太小了 稍微放大一点来去做好了 这边绝对不是一条线 绝对是很多很多 然后把字要放大到这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看 这边它是不应该有一个段落符号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后面都补了一个Enter 因为只要是PDF 它都会产生是这个情形 好 所以把这些段落符号删掉 删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字要稍微大一点 这个字大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稍微缩小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的排版应该会比PowerPoint那边会更精细更好一点 我们把这些内容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这个就删掉了 这边有一个放页码的 把它给删掉 重点是我已经做好一个了 已经做好一个了 可以把这些内容 刚刚是不是我们做什么 插入里面的一个页面组件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就是新增 就是把它群组起来 然后新增 新增变成一个页面组件 好 所以先把群组滑鼠右键 然后组成群组 就变成一个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边群组 然后页面组件 把它新增 新增 比如说我们叫做论文海报的标题 论文海报标题 然后点选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日后 以后再来选 插入页面组件 我这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这个什么 论文 这个东西 论文海报的主题 然后到时候 我可以去换掉 比如说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应该就不是叫栽药了 应该叫什么 这个Enter符号是可以 不呈现的 这个Enter符号是不会练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 大纲 栽药 栽药完毕 应该是简介 Introduction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假如说当我们今天 已经好不容易设计完 一个标题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再去重复使用 因为这个标题的一个结构性 或者讲的格式样式 绝对 绝对是可以重复来使用的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制作好一个 而且把这个页面组件 我刚选择的页面组件 我是用标题 我是用下面这个标题来去改的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来去动手玩一下 而且把标题复制起来 然后准备要给别的来去使用 这个页面组件其实就很像 PowerPoint里面的Smart 好 例如說 简介 简介裡面 简介完畢之後呢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去 插入 插入一個頁面組件 例如說這一個 好 然後把它放到適當的位置 例如說這邊 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跟上面那個物件 跟那上面物件 黏在一起 它就出現一條 红色的線 红色線 那接下來 再要 简介 简介完畢之後應該是 研究方法 它是寫研究方法 好 通常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不是放這樣子一個內容 好 我先把這個內容刪掉 然後我要放的應該是 類似像圖啊 表啊 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呢 我就會先去論文裡面 來去找 要找研究方法裡面 研究方法裡面 這樣子好像會找得比較慢 好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完畢之 這裡面 我是不是要把這張圖抓下來 所以print screen 然後接下來列印 螢幕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到我的publisher這邊 去做貼上 貼上的時候 貼上的時候 其實剛剛曾經有同學問我說 可不可以用抓圖法 那這時候就必須要去詢問一下 就是說這套軟體能不能讓我去截取部分的畫面 好 那我印象之中工具裡面 工具顯示 應該這一個 這是reader嘛 reader 我比較喜歡是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那個pdf的工具 他就有實際的去抓圖 實際的去抓圖 好吧 反正就是print screen也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然後接下來呢 把它裁切一下 裁切成我要的 這是他主要的一個研究的方法 那你稍微在左邊移到右邊 你去看一下 就是調整到我們適當的一個大小 調整到適當的大小 那當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會發現就是說 他這邊只剩下一點點的空間 我個人會覺得說 那我與其 讓他空在這個地方 不如我把整個資料稍微往下移動 稍微往下移動 然後接下來讓這兩者之間 這兩者之間距離調整好 然後把這個字 這個字啊 稍微調大一點 調大一點 所以呢 在這裡 選到這些所有的字 放大一點 來去呈現 這是我個人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方式 好 因為希望就是大家能夠很清楚的看到 我要表達的文字 因為這邊我們就是要放字的情況之下嘛 所以你可以就是不要說整個把板都全部擠在 全部都擠在上面 那讓這樣看起來輕輕鬆鬆舒舒服服的 或者是整整齐齐 這也是好像給我感覺啦 給我感覺就是說 我發現喔 在就是有很多的博士啊 就是他們喜歡做成那種乾乾淨淨整整齐齐 不要說一個排左邊一下排右邊 反正就是按照這個規矩來去執行完畢 好 那我覺得整體性我就暫時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們從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跟各位分享 這裡面常用 常用可能主要就是我們有文字方塊 你一定要會使用 還有圖片 當然在插入裡面有好多東西喔 我們有專門跟你分享過 像頁面組件 還有框線 框線輻射 框線 應該有印象 然後接下來還有介紹廣告 廣告裡面 其他廣告 這裡面有好多 像我還曾經應該是放這一個吧 然後還有分別介紹過 其中有一個 類似這樣子 反正就一個圖示的應用 像這個圖示的應用 也都教過各位 那接下來呢 在這裡面還有文字藝術師 商務資訊 商務資訊來了 商務資訊就是 例如說什麼公司 地址電話這些 就是放這些很單純的一個內容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還可以放一些那個插入檔案 還記得就是我有跟你們 今天才分享 開一個新的檔案 按一個空白鍵 它就會回到這一頁的第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去插入檔案